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也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宁欢 讲到健康 这几年在这个保健品当中 有一个红通通的大明星 就是我手上这样的红麴 那有一些人把它做成药品 有一些人把它做成保健品 那在台湾有一些养生食療的 特别夯特别嗨的 是我手上这样的红麴米 或者是红糟 可是市面上各式各样的产品 罢罢款 那还有一些人 把它做成加工的 各式各样的调理跟制品 那怎么样健康生活 来应用这些红麴跟红糟呢 待会健康好生活 就会一一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好 今天朋友们一起分享的 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 洪永祥医生 女朋友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生活好朋友 洪树青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中医好朋友 玉阿文医生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养生料理好朋友 女友大哥 对啊 女友大哥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厨房料理好朋友 柯俊年 柯老爸 柯老爸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法国料理好朋友 陈志英土厨 好 好 先问一下老爸 红麴 红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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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差别 我跟你讲 这个只是在发音上的一个区隔 红糟 就是闽南语发音 就是红糟呢 就是我们普通话发音 那红糟 就是那个红糟米 我们细称为 外壳是红色 对 所以叫红糟 对 其实红糟在历史上 它使用已经有很久的历史 最早最早的记载 在宋朝就有红糟煮肉 所以等于说它使用在食品上很早 甚至你知道 台湾人常常以前常常用的红糟酒 也是从日本引进来的 也是用红糟来酿酒的一个方法 可是一直到近几年 大概1979年之后我们发现 红糟它其实不只在食用上的价值 它可能在保健甚至药用上的价值 非常的高 它当时甚至还引发 跟美国一家药厂的专利争议 因为美国那家药厂 他们已经找出抗血脂药的成分 就是现在大家用的很广的成分 而红糟里面 它们分离出来的这一株菌 叫莫娜可林 莫娜可林这株分泌出来的莫娜可林K 它成分几乎跟那个降血脂药很像 所以它也一样可以发挥降血脂的成分 所以当时还打了一场专利全官司 所以你就知道 它是真正有降血脂的效果的 那除了降血脂效果 红糟最近几年在我们应用 第二个部分是用来做天然的着设计 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都不喜欢 那种人工色素 所以红糟是可以做成天然色素使用 包括红色素 黄色素 这橘子的颜色 那第三个部分 最近几年又发现 它可能还有另外一个部分 这是我们台大潘子明教授 他们叫团队 他们发现 他们把那个老鼠 脑袋里面打那个类淀粉蛋白 你知道类淀粉蛋白 是导致我们老年失智症 就阿斯海默那一型的老年失智症 很重要 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 那他就两组都打 然后这个时候一组当对照组 就吃平常食物 一组就给他吃这个红糟的萃取物 就发现很妙 有吃红糟的这一组 如果你去做那些智力测试 他显然遇到危险的时候 比较知道跑 真的喔 对 然后反应能力都比较好 后来甚至把他打开 他的脑部做解剖 就发现他的类淀粉样成绩 也明显比较少 所以他们认为红糟 甚至可能未来有潜力 作为抵抗老年失智症的 一个潜力的药物 那问一下洪医师 我手上这一个是红糟的保健品 那也有人把它做到药品 那它实际上对人体 真的是有一些影响的 对 其实我们的那个 保健食品跟药品 当然它的区分 保健食品大概只要 做到那个动物实验 就可以做发一个 叫小绿人一个标章 但是要做到药品的话 必须做到第三期的 那个临床实验 那我们再讲红糟到底 我们讲说这个有效 这个有效 到底它有没有真的达到 那个你说会做成处方药 那的确是有效 我们最有效 最有效就是降血脂这一块 那刚刚肃清其实有讲了 他跟我们临床上 医生在使用的叫 斯塔丁那类的降血脂药 其实药理原理 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1999年 在美国那个临床医学期間 他们就发现 我只要使用了大概八周 大概两个月左右 他们去测他血中的那个低密度胆固醇 还有肿胆固醇 还有三酸甘油脂 都很明显的下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比较有效的叫做降血压 这个是日本学者他的发现 他发现 只要是他是给做动物实验 那动物实验 他们大概只要吃了 大概两周左右 很明显那个血 动物的那个血压 就可以降10到15% 那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 这是一个我们台湾的学者 他是美国那个普渡大学的 一个药理学博士他叫陈德方教授 他他主要是做那个红麴 对我们那个骨质疏松的那个预防 他发现小老鼠大概吃了两周的红麴 他发现他那个骨头 就很明显的变厚 那这个发现 他他把他这个发现告诉一个 大陆养鸡的一个学者 为什么跟大陆养鸡学者 那个大陆养鸡学者 他想做出那个 因为红麴可以降低胆固醇 他就喂鸡吃那个红麴 他希望生出来的鸡蛋 就是红麴鸡蛋 可以降低那个蛋黄里面的胆固醇 可是他发意外一个发现 他发现喂了那个红麴的母鸡 骨头都变硬了 然后生下来那个鸡蛋 蛋壳也变硬 他就把这个告诉那个陈德方博士 那陈德方博士说 他有这样的一个发现 发现他可能跟那个我们讲说一些 骨质疏松有影响 一些他可以刺激我们的造骨细胞 然后抑制我们的那个破骨细胞 可能跟这个有发现 后来他发现他那个预防骨质疏松 不输于那个维他命D 这个是一个还蛮有趣的一个发现 那问一下中医 中医好像很久以前也知道 他的用途还蛮多元的 对 其实从唐宋时期就开始用 那古人我们怎么制造红学呢 他发现说那个克素的菌 总是藏在土壤中 所以说古代制造红学 他是把图挖一个洞 然后把米放进去 慢慢一起来 等到那个米变成红色的时候 刺红色的时候 就可以拿来做药食同源 那什么是药食同源 他既是食物又有疗效 古人就有发现 他有确实有一个 他虽然没有降血脂的这个名称 可是他会发现说 对一些代谢产物 有一个良好的活血花瑜效果 那我们刚才提到那个做成胶囊 这个是唯一我们在中医医院 或中医诊所可以开的 卫生署合格的胶囊 因为你一般我们看中医的经验 医师大部分都是开药粉 或开水煎药 很少去开这个胶囊 所以这个是中医在开的胶囊 这个是处方用药 这是处方用药 处方用药 而且是健保给付 可是我要提醒各位观众 不要觉得说它是健保给付 大鱼大肉厚 我就起医师开这个 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因为第一个 尤其它是处方用药 我们在使用前一定要遵照医嘱 比如说你有一些降血脂的药 或者是吃一些胭碱酸 或者是免疫制剂 或者是要开刀之前 不可以跟一些红麴的 一些制品同用 这是要你的使用 健康食品的用药室 要详细告诉你的医师 还有不能够跟一些柚子类的东西 或者是一些葡萄柚的东西同用 我觉得现在中学期过后 大家家里就储存很多柚子 那这些可能要小心 第三个我们要探讨说 为什么这个人会高血脂 或高胆固醇 在我们中医来讲 他是皮肾两须 痰淤护结 代谢产物过多 所以我们除了开这个胶囊 其实除了去除那个病理产物 也会加针灸 或加一些中药 提升它的皮胃 还有皮肾的代谢功能 同时会教它的生活习惯 这样才有意义 因为我们那个八周的实验 其实它分两组都是低脂饮食 而不是叫大鱼大肉 去吃这个胶囊 去证实说能够降血脂 这样 所以这一个 我们今天手上这一盒 是我们余医师 从诊所里头带出来的 不过我请我右手边的来宾跟肃清 一起出来分享一下 红麴产品八八块 好 靠老大 那先讲这三个酱 好 这三个酱 一个是这样 塑胶袋 这是菜市场买的 这是蜜蜂的 这是罐装的 蜜蜂也菜市场买的 没有 这质感不像 你看这个颜色乍看之下 有点点像番茄酱 然后这个感觉还有一点纤维 这个感觉还有米粒 糯米粒 对 这三种通常师傅都怎么用 我跟你讲 第一个我们先拿来就先闻味道 像我们会习惯闻味道 像这个就是客家的 就刚刚我讲的就是说 含米粒的这个 它是用米酒去浸泡去调 所以它酒味会比较重 有差 它酒味完全都比较重 酒味比较重的是客家口味 对 比较客家口味 但是我们要的不是酒味 一般像厨师在做的 一般来讲是要的 它是它的香味 然后这个含微酸 就是那个 就是酒酿的那个微酸 对 这比较接近酒酿香 对 这个就是福州的做法 然后你会发现就是说 实际上颜色 颜色像这个是萃取物 说它燕红色 对 这是萃取的 因为它直接从这个 红麴里面去萃取出来 然后变这种瓶罐这样子 所以每一个的香气 也会不大同 所以看你去做什么东西 你适合什么样的香气 然后你就选择是哪一种 好 那除了这一个 刚刚的酱料之外 还有这一种 这红麴 红麴米 红麴米一般来讲 这个磨成粉就这个 所以没什么遗憾 只是它呈现米的形状 然后它磨成粉这个样 那一般以前 以前像我们吃的 有没有 你去吃广东的叉烧肉 有没有 它不是红色吗 对不对 其实最早以前的做法 就是用这个来染色 因为它是天然的色素 对 那这个呢 说实在这个是红色五号 这跟红麴米一般 你如何看出它是红色五号染呢 我跟你讲 这个只要你有做菜 你就知道 你下次在家里面 自己腌一条肉 然后你上去烤 或上去煎 上去炸都可以 一定会变成草灰搭 会一点 带一点暗红色 比这个红还要暗 深一点 为什么 因为它里面有糯米 糯米就是糖 对 糯米会产生糖化现象 那你糖一遇到热的话 它就焦化了 焦色了 那如果炸出来 这么艳红 这么艳红 那一点都没有红麴 所以过分的红真的不OK 那美容大哥 平常你都会怎么调怎么用 对 其实一般我通常 这几个我都会用 那刚才我们客家一般 通常我比较常用这个 那这个就是用这个 你会看到米粒 蛮完整的 这个黑黑 点一点鸡 它这个酱是还有米粒的 对 所以它米的算是线 我也比较浓郁 对 而且它比较有香气 所以有时候 以前我印象 那个老人家如果坐月子 或者是那个要排二路那一型的 通常都会用这种红麴酱 去煮鸡汤 我也是麻油鸡汤 还有那个红麴饭 对 红麴饭 就是不要只有纸麻油 麻油太燥 那其实这个又刚才有讲 其实终于自古来就是 可以去那种 我们讲血液凝固的问题 对 所以自古他们 对他们就有这个想法 就是你的 这个所谓的盘旋不顺 或者是坐月子 他们就会用这个去煮鸡汤 其实也蛮好的 好 可是我觉得最近几年 有流行红麴 像生风起来之后 有红麴饼干 红麴糖果 红麴饼饼 对 什么都红麴 可是我要跟大家讲 这些呢 这些里面的红麴 它的作用就是什么呢 就叫做人工色素 代替人工色素的作用 你不要以为说 这个量够你养生 因为之前有医生就遇到说 拼命吃红麴饼干 想说那我可以降血脂 大概非法 饼干里面都是不好的油 然后你吃一点点 有颜色的红麴 当然之后 鞋脂肪越来越严重 所以在这些东西里面 你当做零食 然后它只是用红麴 来代替人工色素这样子 所以这能量适量吃 没错 你就不能把这个当做 我在吃红麴的养生剩品 好 谢谢我们来宾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运用大家 要分享一个非常健康的 而且是当季这个季节 非常鼓励推荐大家吃的 玉香红麴烧小南排 对 一般我们很喜欢吃那种 所谓的糖醋排骨 或糖醋肉那一类 那我觉得像我比较喜欢 用把红麴来代替糖那一块 因为它本身就是甜的 又有酒香味 所以你把那个 当做糖醋排骨那一道手续 把红麴加进来就可以了 所以一般我们就准备一点 这个小排骨嘛 对不对 小排骨 你把它洗干净 好 稍微把它弄干 而且这个也不一定要排骨嘛 喜欢鸡肉的鸡丁下来也可以嘛 对 没错 基本上它红麴蛮配红肉的 对 因为红肉本身油脂多 所以你 这个健康上也是一个绝配 因为红肉胆固醇太多 或者是饱和醇太多 你加一点红麴 当然不能依赖它 把你胆固醇下去 这至少你在搭配上 你吃起来比较不会负担这么重 好 所以我们今天准备一点 这个排骨肉 对 假设我们今天这个大概 不到一斤 那我们大概一大碗这样量 像我红麴我觉得要一大匙 你就把它加进来 好 这是先把它当腌料 好 这个是我们刚刚录影过程当中 第二种的酱料 对 那我们就大概一大匙的这个酱油 好 给它一点咸味 对 那再加一点味淋 好 这个大概半匙的味淋 好 那另外我会用大量的这个葱 这个大蒜 大蒜 或者你用一点洋葱也可以 一般我用一点大蒜丁 这个时候也会有蒜香的风味 对 让它腌制入味 那其实这个腌制其实很快 一般我都是这样把它拌一拌 我在家做一般就是这样 这一道都先拌好 就放在冰箱里面 对 你就去做其他的菜 等到你其他都做好 剩下最后这个 你就可以拿来用了 好 所以通常它多久会入味 大概半个钟头左右 就可以入味了 好 那通常你为了给小朋友吃 这个比较丰富的糖醋的风味 跟膳食纤维 还会再准备一点这个凤梨 对 尤其是如果家里 很多人凤梨切完那个心都会丢掉 对 其实你就留下心就好了 凤梨肉吃光对不对 你心留着把它切成这样丁 我都会切成一口 大概像我们的这个南排的一半 小排骨一半这样 而且凤梨在这里又有凤梨酵素 它又会软化我们的肉质 对 那凤梨在这个时刻 也可以进去一起腌 对 就一起腌 这个时候你就把它放起来 放一个密封盒 放在冰箱 好 大概半个钟头之后 我们就可以操作了 腌半个钟头之后就可以操作 而且美容大哥今天要分享 健康的吃法 这个有一种吃法是直接炒 那有一种是可以蒸 对 那一般是这样 我们刚才讲那个红烧肉 其实就是这样子 对 甚至有三种做法应该说 第一个你的铺好拿去烤 直接用烤箱烤也可以 或者是第二个 你要清爽一点拿去蒸 那蒸的话像我会把它加 像今天刚好芋头蛮多的 好 我就会加一点芋头 这个季节刚好也是芋头的季节 蒸的时候你会建立搭配芋头吃 然后上面再摆着这个蒸的 我们的排骨肉 没错 那这样肉汁又会去调味 进入那个芋头的香味 对 所以蒸的会有蒸的风味 而且你会建议大家这个季节 底座就是铺芋头 把它切成条块 或者是你有冬粉也可以 铺一点冬粉也可以 它会吸饱那个糖汁肉汁 好 就这样 那这样子你腌好半个钟头之后 你就把它加进来 那这个我们就把它 我们这个是因为刚刚腌还不到半个钟头 那今天示范给观众朋友看 如果你选择了芋头的话 其实你把它铺底之后呢 只要简单地把我们腌制好的食材放上去 没错 这个就是家里头的无油腌料理 是 在采后 不管你是火不采或自然采的前两周 我们都不适于大补 胃口不开 消化不良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食杉 红麴也有抗癌的效果 可以让那个肿油细胞缩 大家包括爪秘好 也可以预测 可是以今天这种肉排来讲 跟这样的芋头 通常要蒸 要花多久的时间 放到电锅多少水 因为一般看我们的这个排骨 像我们今天切大概这样子 一口的大小的话 其实我们就一般的电锅 你大概一碗水 大概蒸个20到25分钟 好 20到25分钟 看你的份量和这个斟酌 那另外一种做法 更快速的是用煎炒的嘛 对 就是一般就是我们这种 当然我觉得这个风味上就比较不一样 因为一般煎过它会有一个比较有一个香气 所以小朋友或者是家里人 比较喜欢吃这种煎的味道 你就可以稍微用干煎的 所以今天如果干煎也搭配芋头 对 因为刚好有这个食材 好 就一起 好 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吃两种口味 用蒸的是芋头直接把它切条 然后铺盘 那让芋头来吸饱这个红麴肉的肉汁 对 那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腌好 超过半个钟头的 好 那今天让它口感一致 所以如果是用煎炒的呢 芋头跟凤梨切差不多一样大小的 一块一块的切丁 对 好香喔 对 它这个我觉得红麴有个好处 一煎下去味道就出来 怎么这么焦香 我现在觉得你用煎炒的可能更受欢迎 没错 因为家里头更香 而且我立刻闻到你的大蒜香 没错 所以一般我用红肉料理 我常常会用很大量的大蒜 或者是洋葱 平衡 对 那其实红麴我觉得也是很好的选择 对 就跟有一些人吃香肠 要配生的大蒜嘛 就是说如果你是吃红肉的话 聪明健康吃适量的红肉 也有它的营养价值 对 我们一直在强调说 红麴对于那些代谢症候群 三高有帮助 就做一个糖尿病 他们有做过糖尿病老鼠的实验 他给糖尿病老鼠吃了八周的那个红麴 刚刚特长一直在举手 对 而是三高代表的 那他们发现它会改善 你知道为什么糖尿病对身体破坏 它有一个叫糖化中产物 糖化中产物它就是一个慢性发炎 会让你的血管破坏 让你的一些神经破坏 所以不止那个肾脏会坏掉 糖尿病久之后 心脏 脑血管那些都会坏掉 他发现吃了红麴之后 第一个我们胰脏 那个β是有分泌 那个胰岛的那个功能 可以恢复 第二个它可以改善 第二型糖尿病 大部分都是一个胰岛素主抗 就是说我分泌胰岛素 但是它周边 没办法去运用那个胰岛 它这个也有改善 包括那个糖化中产物 对于那些血管的破坏 它都有改善可以 所以事实上红麴对于一些糖尿病 也是一个很健康的饮食 那我们又常常搭配肉 你知道糖尿病最怕的是 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 可是你如果吃高热量的食物 再搭配红麴 这就刚好是一个 我是觉得有帮助的一个 很健康的料理 好 同一时间我们美容大哥 炒香我们的芋头跟凤梨 跟这个排骨 那炒香之后是不是可以盖上锅盖 一般因为我们是稍微把它煎 让它表皮都稍微有一点收缩了之后 我们再加一点点水 让它把它焖熟 因为芋头稍微需要一点点水分 这样的话它会比较有那个香气 好 那我们稍微加一点点的水分 稍微焖熟一下这一个芋头 然后就可以有一点点焖煮它 好 那顺便请教一下余医师 红麴听说对女生来讲 也是非常好的食材 对 因为在福州的坐月子文化中 其实它跟本省人不一样 本省人喜欢用麻油鸡 可是福州他们确实是用 九糟鸡当坐月子 那九糟就是这一个吗 就指红麴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比麻油鸡更有智慧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在坐月子 其实在产后 不管你是剖腹产或自然产的 前两周我们都不适宜大补 可能第一个要去二路 然后防止伤口发炎 第三个要见脾胃 为了以后补肝肾而做准备 所以刚好我们红麴就是 红麴或红糟就符合这三项 因为这个在古书上 有一句话形容 就是 等于说摄翅都是入心 能够推动血液的循环 那其实对产妇 胃口不开 消化不良 甚至说很怕吃到油腻的东西 二路排不干净 其实我觉得这个 就是一个很好的食杉 那我看到坊间的坐月子 等于说坐月子中心 推出来的餐点也越来越聪明 它除了一碗麻油鸡之外 还会推出一个红糟饭 或红糟料理 其实我相信有一些综合作用 那不是只有用在产货的妇女 有些像容易惊痛 有一种惊痛是血淤型 就是会有血块 而颜色比较偏深红的血淤型的话 它在惊奇 我觉得适合 可以吃一些红糟的料理 好 同一时间我们美容大哥 这一个 这样也差不多了 把水分大概说收干 有没有 这样子的话芋头也都刚好 这样我们就可以 大家可以试试看看 好 那我们来试试哦 哇 我们美容大哥这一个 玉香红糊鱼烧小南排 很好吃耶 因为用蒸的跟煎炸的 风味不太一样 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 真的 我觉得阿勇师 这个当便当菜也非常棒 因为第一张便当菜 反正这个蒸的颜色不会变 它还是有的 蒸了以后会更香哦 那第二我觉得呢 它真的比一般的糖醋好吃 因为一般的糖醋 常常是味道太重 就太酸 太甜 太油 可是阿勇的油其实用的非常少 然后红糟它自己的酸甜比 本来就很好的 所以吃起来反而是清爽型的酸甜 就非常好吃又非常香 然后它用蒸的那个呢 我必须诚识说 用蒸的那个肉 真的没有用煎的这个香 可是用蒸的那个芋头很好吃 对 因为它那个红糟的汁液 会渗到那个蒸的 粉粉的芋头里面 那个这样的芋头就非常好吃 就芋头会吸饱肉汁 对 没错 所以用炒的是它那个肉会很香 可是用吃的芋头其实是好吃的 而且这个季节 吃芋头跟红糟都可以抗发炎 都是抗发炎 因为我们刚才讲 为什么它对于这个三高 尤其是糖尿病患的好处 其实除了我们一般说其他降血脂 另外就是它很重的抗发炎的能力 所以刚好我们的芋头 也有这种粘性的多糖体 所以它也可以抗发炎 所以两个都可以抗你的慢性发炎 所以慢性发炎就是形成你的血管硬化 甚至造成癌化的原因吗 所以现在政治认为说 红糟可能也有抗一些皮肤癌的作用 真的喔 黄医师 其实我们讲说红糟 它不只抗发炎 刚刚素姓讲到抗发炎 事实上我们在台大 那个潘子明教授他们团队 他发现红糟也有抗癌的效果 这一点其实非常神奇 他发现不只可以让肿瘤细胞缩小 包括转移也可以抑制 所以他后来他发现 比如说你正在做化疗 或放射治疗的病患 你同时搭配红糟的一个治疗 事实上可以减缓那个 癌细胞死亡 就增加他死亡的速度 减缓他扩散的一个速度 所以这个当然这我们在说 每次我在节目上讲这些 很担心病人 我就吃红糟就不去接受正规治疗 这个是不行的 你还是必须 尤其是在做化疗放射治疗 事实上他们营养都很糟糕 你知道吗 这因为他会抑制你的免疫反应 可能到时候粘膜就破掉 那营养不良免疫力下降 很容易一个细菌 就得到一个肺炎感染等等 所以你可以一边做这些治疗 一边做一些红糟的一些料理的话 我是觉得这个可以让整个提升免疫力 又可以让那个癌症细胞给缩小 这个是一个有好处的 那请教一下余医师 这个红糟尻尽管有降低胆固醇的功能 可是你也要提醒大家 不要想要靠它来减肥或者减重 是 因为我们知道说 其实红糟除了降三高 不是 降血脂还有降胆固醇 可是它对减肥其实是两回事 因为我们脂肪代谢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包括你的年龄 代谢率 情绪 还有各种内分泌都会加入到其中 那可是我看到很多 像我有一个病人 一个老奶奶 她常常跟我讲说 她的食物中加很多红糟 为什么还瘦不下来 而且反而越来越胖 我仔细去问她 她是如何去烹调她的一些红糟制品 她是说常常一桌 一桌红烧蛮 红烧猪脚 不是 红糟猪脚 红糟蛮 红糟烧肉 对 我会发现说 原来是她这样的饮食 因为刚才柯厨师有提到说 跟红糟搭配大部分都是高油脂类的东西 大家就变成说有事无控 那确实有些实验 动物的实验发现说 它红糟它会产生一些代谢产物 红糟胺基丁酸会抑制我们的食欲 可是那个量必须要很多 大概老鼠的话要提高到2到5倍 才会有轻微抑制食欲效果 你不可能平常吃到这么大量的红糟 所以我觉得减重 其实还是以平常生活良好的习惯为主 真的 减重还是要少吃多运动 那不过接下来 柯老大不减重的 柯老大要分享刚刚讲的 我今天要坐月子 坐月子 福州人坐月子是麻油机 加上红糟油灶的概念 其实主要是 红糟是因为他们的饮食习惯 就是所有的食物里面 都会添加一点红糟 对 那他们也会在这个食物里面 去取决于他们所用的油脂 像譬如说 我们知道用麻油可能就是 在老江进去就比较灶 所以他们可能会选择使用 所谓的菜籽油或者是茶籽油 那我们今天就用茶籽油来做 所以今天选择苦茶油 对 茶籽油就是苦茶油 那柯老大要分享的是 红糟笋香鸡 那要另外吃一个福州面线的吃法 对 但如果说坐月子的话 把竹笋拿掉 OK 竹笋 竹笋实际上 它煮过了 实际上它就不凉了 不会凉 但是竹笋是属于好发性的食材 我们今天先放这个苦茶油 像我这种有香港饺的竹笋 超爱吃的 吃完隔天就受不了 你是说隔天香港饺会很饿 好发 会很痒 我们没有香港饺的 就是会有这种困扰 好 这个是鸡块鸡皮 你的毛病真的好多 我们这个鸡肉稍微炒一下 让它有点变颜色这样就可以了 稍微有点变颜色这样可以 然后把姜 姜把皮留着 把皮留着 然后把姜进来稍微爆一下 这个时候要用老姜吗 对 老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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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姜才有那个驱寒作用 对 对 对 然后姜稍微爆香以后 蒜头进来爆香 好 其实做这个酒糟性的东西 像红麴是一种酒糟性的东西 你要记得除了油多以外 还有就记得要有甜味的东西 补它 好 大概有20% 40岁以上男生都有那个雄性突的问题 社务线肥大更糟 50岁以上 大概有一半以上 几乎都有 它有这个抑制的效果 所以是有改善的效果 我觉得大家真的一定要试做这道料理 因为这个面真的太好吃了 这个面真的西饱汤汁好好吃喔 超级好吃的 这就是最正统的福州的吃法 红麴是一种酒糟性的东西 你要记得除了油多以外 还有就记得要有甜味的东西补它 好 补它的时候 它除了那个糟香味特别重以外 它还会更香 所以要有甜味的东西 那今天这一锅甜味是准备一点冰糖 来自于冰糖 对 好 现在真的很香喔 刚刚那个姜香也炒出来了 对 然后再来蒜头的蒜香也开始飘香 好 然后呢 把这个笋子放进去 如果说你有现在 台湾真的很幸福 台湾一年世纪都有新鲜竹笋 如果没有新鲜竹笋没有关系 真空包的竹笋也可以 真空包的 好 如果再没有的话 台湾的笋干全世界最好吃 日本拉面一定是用台湾笋干 真的真的 对 那这个季节来吃这个笋子 跟着搭配也平衡一点膳食纤维 对 所以我们直接把笋子切块 好 老大 我们现在也炒香这个食材了 这时候全部都炒香了 你看我肉大概就是六分熟了 对 这时候再把这个红麴放进去 好 这边大概有三大匙 三大匙红麴全加进去 你现在放的这个跟敏永大哥刚放的是同一种 就刚刚讲福州菜 因为这是福州菜 常做的 好 对 所以我做福州菜的东西 那红麴大家记得 红麴只有香味 它没有咸味 它没有咸味甜味都没有 它只有香味 所以我们还是要去用到其他的调味品 你看现在就是闻到那个红麴香 有 有没有闻到 有 而且红麴加热之后越炒越香 对对对 它那个酒糟的那个香气就出来了 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一个就不用加大量的米酒 因为红麴里头也有酒香酒糟 这一道菜不能加米酒 这一道菜加红麴酒或者绍兴 对 红麴跟红麴酒跟绍兴是特别合的 它不适合米酒 所以这个糖我们加的量大概就是一大匙 很多 好 下一点冰糖 对 所以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黄酒 红麴酒 红麴酒 对 我上次买了一瓶来被人家偷喝了 甚至这样一起吃 不知道谁偷喝的 好 开始 可能盖子没有盖好了 蒸发掉了 真的 开始冒出这一个 红麴的香 红麴的香 对 但它没有咸味 所以我们要给它咸就是什么 酱油 酱油给它 好 加一点点 对 这个酱油比较咸 所以我们酱油加的少一点 好 酱油 然后我刚刚冰糖先炒是因为要炒糖色 所以我冰糖先下去先炒 然后你就是一锅到底就好了 酱香出来了 对 你就是一锅到底就好了 然后呢 这是红麴酒 那我们就开始烧它嘛 好香哦 这个我跟讲 这个味道不一样了 这个你就不用管它 马转小火 然后呢 因为会很快 会很快 我盖一个锅盖 让它焖一下更快 好 我们来焖烧它一下 对 然后这一锅 好香哦 其实福州人吃面线 对 那刚好那个 我们那个福州 福州伯没有来 对 所以就跟那个卖面的买面 就跟汕头伯买了汕头面 对 汕头伯是做牛肉的 汕头 没关系 就是有什么面线吃 什么面线 所以这个搭配面线吃 也非常对味 等一下我把烫好的面 也可以配面线 对 我把烫好的面 再放进来这里 喂一下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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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抢面吃 那说实在 我觉得我们科老大 今天这个很贴心 因为其实天气渐渐转量 你会发现 尤其气候 气温变化比较大的时候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 每到那种越冷的时候 你会发现 早上那种救护车越来越多 对 那如果这个时候 大家如果是吃什么羊肉炉 去吃什么食权大补 你会发现 很多人是在聚餐之后 一吹冷风 就还是觉得不舒服了 就心肌梗塞 这个时候如果你试试看 换成这个红糟机 就会好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中国曾经做过研究 用5000人的研究 用红糟去 就发现 最终4.5年 如果他们这些 曾经有心血管疾病的人 去吃这个红糟 它可以减少 45%的心血管的复发率 所以减少保佣 明明也想吃 但是吃之余 就顺便保养一下 来去我们吃一些红糟牛鱼 来去那个 鸡人吃红糟牛鱼 对啦 来我们家吃红糟牛鱼 好 好香喔 然后你看这个汤之后 就是我们刚刚的肉汁 还有跟那个 我们的好的那个油脂 然后这时候我们要煨面 好 把這個麵剛好燙好 燙好撈出來 對 然後讓這一個麵來浸泡 吸飽我們剛剛這個燒的 等一下不能跟我搶麵吃 你咬得動嗎 我整鍋暴走 糖尿病的那個麵不能吃太多 太厲害了 你們這些人實在是壞朋友 你看這個麵稍微給他餵一下 然後去吸它的味道 就是吸它的味道 這時候我們在 超香的啦 衝進來 而且我這個沒加水的 是 所以原汁原味的嘛 對啊 然後你看稍微 我不得稍微微 稍微微一下 微一下 其實你在家裡面就是一鍋到底 就是一鍋到底 甚至有的人去做微麵的時候 它是不燙的 當然不燙的話 它更容易吸汁 為什麼 因為它全部在那邊煮熟 那會稠稠 我不要這樣 好 那我們來試吃喔 我們特打大這個料理太好吃了 這樣我可以天天做月子 趕快生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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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麵真的吸飽湯汁好好吃喔 超級好吃的 這就是最正統的福州的吃法 我沒有想過紅糟可以做成這樣的料理 而且這個麵完全就是吸飽的那個 就是你說的 因為紅糟加上甜跟油之後 它整個香氣流出來 對 非常的 而且非常的香 好 而且這肉還軟 然後好吃 然後很嫩 然後竹鼠你也好吃 對 紅糟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也有蛋白質分解酵素 因為它是那個糟 酒糟 它本來就會幫助肉軟化 對 所以它一樣有的 所以越煮越軟越好吃 所以剛剛其實科老大一在講說 紅糟沒有甜味 可是大家吃有紅糟的肉就是特別甜 大家有沒有發現這件事情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 就是從碳水化和分解來的那個糖分 那包括蛋白質它會變得比較軟嫩 那後來發現 事實上它還有一個好處喔 我們那個後來發現男生 那個叫男性的雄性凸 還有攝護腺肥大 就是紅糟 紅糟這一類 它某個成分 可以抑制我們那個雄性荷爾蒙 講他們想趕快吃一點 這個是有幫助的 他們發現這兩個問題困擾著 大概20% 40歲以上男生都有 那個雄性凸的問題 攝護腺肥大更糟 50歲以上大概有一半以上 幾乎都有 我才吃藥 對 所以它對攝護腺的肥大有貢獻 對 他們後來發現 可能跟紅糟 某一個成分可以抑制 雄性荷爾蒙跟它受體結合 那這個結合就會刺激 我們的攝護腺變肥大 它有這個抑制的效果 所以是有改善的效果 我覺得大家真的一定要試做這一道料理 因為這個麵真的太好吃了 跟你平常往日的那個炸醬麵 是完全不同的 因為炸醬麵的那個 它的香是比較鹹香 這個是真的是甜香 對 然後那個潤口的感覺 你在家裡有紅糟就試試看 你一定不會後悔 對 所以我們看到今天的搭法 歡迎大家分享跟跟著學 而且剛才提到說這個醉椰子 可能是要把竹筍去掉 我建議有一個食材可以取代 就是剛才大家很喜歡吃的芋頭 因為芋頭在我們古書上有講說 產後煮食 煮來吃產後煮食能夠破淤血 破血之功 而且它其實含抗性澱粉 然後含甲粒子高 排水量多 對於很怕胖的產婦 是一個很好的食材 芋頭不會胖 等於說它抗性澱粉比較不會胖 你大量吃還是會 像我們都用那種芋奶你知道嗎 那上海人吃的那芋奶 然後也等於20顆 高糖分 那個一定是 你後來就會跟他那個患者一樣 我們都吃紅糟豬腳 紅糟豬腳也很好吃 光靠那個紅糟怎麼降低 怎麼可能 好 那接下來 姿穎也要分享一個非常健康料理 好吃的海鮮紅糟會食酥 那剛剛講 紅糟通常搭肉類好吃 可是現代人飲食要健康 其實這個姿穎分享的是搭鮭魚跟蝦子 跟中捲的吃法 這是因為我們有找到比較油脂多一點的 就用鮭魚來搭 那選擇一些蔬菜 那我們今天有準備有蘆筍、甜豆 那我們用洋蔥跟一些那個青蔥 那這邊有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有準備一個馬鈴薯 那馬鈴薯泥 就是我們把它蒸熟之後把它壓成泥 可是我裡面有加一點點的牛奶 因為那個剛才柯老大一直提醒我們說 紅糟其實會有點磨舌頭 對 那這個就可以把它中和掉 對 因為那個馬鈴薯泥就會比較滑順 對 沒錯 而且有如此防在裡面 是 那我們這邊呢 我們就來一點點的油脂 好 我們先把海鮮煎半熟 所以這個紅糟跟海鮮也很搭 剛剛柯老大一直講這個紅燒蠻 對不對 那基隆那種小吃就是蠻魚就是魚肉 是 好 那知名主廚直接先煎的是鮭魚 對 我們把鮭魚 然後蝦子我們把它煎半熟 好 對 那等一下我們再把一些辛香料 稍微把它拌炒一下 再加上蔬菜 然後我們就用紅糟下去煨它 煨完之後呢 我們再把馬鈴薯泥加進去 OK 海鮮有煎過也是比較焦香 對 它才會有一個那個比較香氣 跟那個甜 它的甜分才會整個都釋放出來 那我們知名煎這個鮭魚跟蝦仁的同時 請教一下洪醫師 知名把鮭魚跟紅麴 兩個做搭配也是非常聰明的選擇 這個料理非常健康 我們講說先講鮭魚 鮭魚大家都知道 最近大家因為怕要吃蛋白質 都怕吃到太多的紅肉 都會選擇魚肉 鮭魚是一個很棒的一個魚肉 那它的一些不飽和脂肪酸 我們知道吃鮭魚 會什麼EPA DHA都很豐富 可以降低我們這些心血管腦血管 我們剛剛講紅糟也有這樣的一個效果 那魚肉又有一個維生素B群很豐富 所以現代人很疲勞 也建議多吃一些魚肉 那紅糟我們後來發現 其實紅糟台大研究團隊也發現 紅糟也的確可以抗疲勞 倒不是維生素B群 他們發現 不知道裡面有些什麼成分 他們發現他們去測它三個指標 裡面包括一些脂酸 在我們比較疲勞的時候 某一些發炎性的物質 跟脂酸那個量都會上升 他們發現紅糟可以降低 這個脂酸的這個量 所以它也是一個抗疲勞 我們講說其實鮭魚 不飽和脂肪酸 紅糟 這些其實都可以 這個吃完之後精神會比較好 那我們同一時間指引 大概蝦子煎到七八分熟 蝦子半熟 對 我們就把它先拿起來 那鮭魚因為它比較大片 所以我們讓它繼續煎沒關係 那我們把它剝到邊邊 那我們就準備洋蔥 洋蔥再來煸 稍微煸炒一下 它的香氣把它煸出來 那再來就是青蔥 洋蔥跟青蔥一起下 是 這個可以多加一點 因為等一下整個 那種煨過之後會很好吃 好 剛剛我們柯老大的 那個青蔥放進的那一碗這個 紅焗雞的麵線超好吃 是 那個蔥都變甜了 對 很妙耶 蔥跟它也很搭 蔥 我跟你講 蔥本來就是 它只要預熱就變甜 其實像平常我們在吃那種 泰國菜裡面那個焦麻雞對不對 實際上那是台灣人發明的 那個泰國菜或雲南菜 真正焦麻雞它是水煮雞 手吃雞 然後用那個山東大蔥 生的切切 然後去用那個 我們煮的那個水煮雞的那個熱湯 這樣焦麻雞 稍微沖一下 那個大蔥遇到熱變甜 不得了的甜 好 那我們這個洋蔥的香氣也好 對 蘆筍我們就把它放進來 好 這個膳食纖維就很豐富 對 那甜豆也是 一起把它放進來 所以這個季節也分享給大家吃 那這個時候稍微拌炒一下 我們的紅燥醬就可以進來了 好 這個時候醬就下來 是 你現在這個感覺就是一個 本來是地中海料理 對 然後跟台客混血 對 跟客家菜 對 那個住在地中海的客家人 真的 那我們加一點點的水分給他 所以你看東南亞為什麼有娘惹菜 對 其實就是過頭不同文化的交流 混血菜 就是華人厲害了 對 華人到處去都是 就是利用別人的料理 同婚 很妙耶 然後在這裡紅燥的用法 這個顏色也非常的鮮豔 對 顏色會很好看 那這邊呢 我會加一點點的葡萄 白葡萄酒 對 一點點的酒 他沒有通你紅燥我跟他 我下次再帶一箱過來 好 這個時候就下一點酒香 酒葉可以稍微調整我們海鮮的 一點點的腥味 對 那我們這邊調一點點的味道 對 好 所以我們加一點點的鹽巴 所以這個要燒也很容易耶 是 很容易 也是一鍋搞定 對 一鍋搞定 然後呢 你看我們看鮭魚如果差不多快好 然後蔬菜也快好 我們蝦子就把它放進來 好 剛剛蝦子大概有五六分熟了嘛 是 所以最後讓他再這個 會煮一下 然後也讓他的這個 這個煮熟 那最後還有中捲 中捲也讓他進來 那等我們所有的食材都確定有熟了 我們再做最後的一個動作 就是我們會把馬鈴薯泥加進來 可是中捲也是容易熟的 對 中捲也是容易熟 所以我們中捲就剛還是沒有煎過 對 對 對 而且是最後放 對 為了維持它的口感 它那個很新鮮 現在中捲 有時候我們市場買都那個還活的 像這種很新鮮的 五分熟最好吃 我如何判斷它五分熟 透明是不是 顏色透明 中間還有一點不透明 好 那我們同一時間這個 我們的鮭魚也上色了 對 鮭魚上色了 那我們稍微把它悶一下 因為我們今天的那個鮭魚 有一點比較大一點點 讓它悶一下 對 通常這一種厚度的鮭魚 在這個時間裡還要悶多久 其實像我今天準備的這個是生食用的 所以其實生食用的 我們大部分都還是留一點點 比較沒那麼熟 加生的 大概五分鐘以內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是買那種 比較不是生食的 我們就會讓它再悶久一點 你就確定它 其實像這一道料理 你都把它撥開看 也都無所謂 對 大概是七八分鐘 對 讓它全熟會比較安心一點 而且請教一下余醫師 冬天的這個季節 海鮮其實聽說也可以幫忙抗寒跟保暖 應該在營養學中 它其實是蠻高密度的營養 比如說它有一些優良蛋白質 還有一些很豐富的微量元素 鈣 鐵 芯 之類的 比如說像有些女孩子貧血 其實她就是缺這些元素 或者說在我們天氣寒冷的時候 對一些比如說點鐵的消耗量 會特別多 適當的補充這些海鮮 能夠增加我們的一些微量元素的功能 但是海鮮在我們中醫的性微 是屬於鹹寒 是屬於比較 比豬肉 雞肉還是偏點寒性 所以加一點薑或者是紅糟下去 料理是個蠻不錯的 因為我們要釐清大家 對補這個的迷思 東方人對於補都很喜歡吃一些 酒的製品 或是比較溫馨的製品 可是我們補這個定義 其實我們希望是 恢復你五臟六腑 營養細血 恢復它正常的功能叫做補 所以有所謂的 那像紅麴就是達到這八個字的標準 蒼通它的血路 增加它血液循環 其實是對現代人而言 會比古代農業社會 溫補海鞘的適合 好 那我們製定主廚 這一鍋也差不多煮熟了 那最後要準備放下去的是馬鈴薯泥 對 因為我們不要勾芡 所以還有一點就是 我們讓整個紅麴的醬汁 比較中和一點 所以我們準備了一點馬鈴薯泥 這馬鈴薯泥做法很簡單 你如果在煮白飯的時候 你就丟一兩塊馬鈴薯跟飯一起蒸 真的喔 對 一起蒸沒關係 你蒸完蒸熟之後把它拿起來 把它壓成泥狀就可以了 然後是有加一點點的牛奶 對 那我們加進去之後 火氣就可以關掉 那你就把它攪拌開來就可以了 攪拌開來就可以了 攪拌開來就好了 對 它是天然的勾芡 它是天然的勾芡的方式 那如果我沒有用馬鈴薯泥 有沒有什麼替代的方法 其實如果沒有馬鈴薯泥 你可以做這個料理 我的建議是你可以把甜豆換成秋葵 也不是年年的 秋葵或山藥可能也有天然的勾芡 好 那把它化開就可以吃了 化開就可以吃了 好 那我們來試吃喔 我們志應主廚這個很厲害耶 這個海鮮紅糟會食酥喔 超好吃 可是它沒有客家紅糟的那個感覺 它顏色看起來是這樣 然後口感很像地中海料理 其實我在做這道料理的時候 其實它還有另外一個重點是那個 馬鈴薯泥 因為馬鈴薯泥下去啊 它會整個會變成比較圓 比較滑一點點 對 圓潤 對 這個整個料理就是餐上的感覺 客家花生的中海人 你要不要覺得 很好吃 客家人住在地中海 對 紅糟拿掉 棒牛奶就變成 對 就會是一個地中海料理 可是它紅糟起來 就是它的顏色上面看起來 有這個效果之外 它就是淡淡 其實它跟柯老大那個是兩個 南北極 完全不一樣 柯老大那個是非常濃郁的紅糟 就是你完全就是以紅糟為主角 這個紅糟就是那種 比較像小青青的 就是它其實是淡淡的在變成 小青青 可是它每一道 重點是它這個海鮮跟那個 真的處理得好好 每個都好好吃 它蝦仁也好好吃 然後魚肉也好好吃 然後蘆筍也好好吃 然後剛剛那個洋蔥真的好好吃 那洋蔥跟蔥真的可以大量化 非常好吃 就是說老實說它的主角 就是它每個菜都做得非常好吃 真的 洪醫師也吃得很開心 剛剛在講說奇怪為什麼 同樣是一個紅糟這個原料 在我們講說台式料理 在我們的法式料理 表現出來完全是一個不一樣的東西 我一直很擔心是說 紅糟加在很多都是 在我們既有印象都是 紅肉油鹽糖之類的 可是事實上資隱師傅 他幫他做出了一個 非常健康的一個紅糟又清淡 又有味道的一個料理 真的是非常棒 真的 所以它跟海鮮也會非常搭 而且以你剛剛下的手法 它實際上也沒有過油 它是借用了鮭魚的油脂 鮭魚的油脂 然後那個調味也很簡單 那這些食材也很容易複製 所以大家真的今天三樣菜都應該要學 而且這三樣菜在家裡頭的食材 跟做法跟工序都複製得出來 那最後洪醫師也給觀眾朋友 一個健康小叮鈴 我們今天介紹了一個 非常健康的一個料理 叫做紅糟這一類紅糟的料理 但是我還是要提醒大家 雖然我們剛剛講了很多 它有很多一些很健康的一個 醬三酸甘油脂 醬膽固醇的功效 但是還要注意 它既然會變成一個藥物 就表示它有一些 所有的藥物都有它的一個副作用 那你在吃已經在吃 降血脂藥斯塔丁這一類的 事實上我們在 我們都要監控病人的一個肝功能 吃過量又可能會造成一個慢性肝癮 如果你已經在吃斯塔丁這一類的藥物 你最好不要再吃紅糟 這一類的一個健康食品 尤其是萃取的濃度特別高 那一天最多就是9.6毫克 不要超過這樣的劑量 第二個我剛剛講 就是一個抗凝血作用 如果你再吃納豆 吃香豆素 吃阿斯匹林 務必要觀察一下 身上有沒有莫名其妙的淤血 那還有一些醃鹼酸的一些藥物 如果跟它在一起 可能會有造成一些肝臟發炎 那如果吃這一類紅糟吃過量之後 開始覺得小便紅紅的 或說肌肉痠痛 要小心還有一個叫 橫紋肌溶結的一個情形 如果這幾點特別注意的話 是讓紅糟在適量範圍之內 是一個非常健康的食物 好 謝謝洪醫師丁寧 也謝謝我們這麼多好朋友的分享 那我們今天分享的食譜跟做法 也都會PO在臉書上面 提供給觀眾朋友分享跟下載 那健康好生活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準時再見囉 拜拜 謝謝